- 看到我們這邊進裝就知道我們要準備幹大事啦 幹什麼大事呢 看到是全身的連身衣看起來非常的緊實 沒錯我們就是要去參加鐵人三下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在預計11月初左右參加花蓮的Lava 5.5標鐵的這場比賽 那開始之前這個影片其實就是預告一下我們兩個就要加入粗鐵的行列啦 那參加鐵人到底要什麼裝備啊 你就是只要身上有穿兜T就好了嗎 是這樣嗎所以騎U-bike也可以參加腳踏車的這個項目嗎 可能會比較慢一點喔 我記得有些賽事好像是有規定不能騎乘這種U-bike類似的器材去參賽 對沒錯 好那我們就來介紹一下我們為了這次鐵人比賽的三個項目當中準備了哪些裝備吧 所以第一項目就是這個 游泳 游泳一定要挖鏡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外國人都不用帶挖鏡 對網美手撕一下要不要網美手撕 什麼要用網美手撕 看一下 等一下網美手撕喔 是挖鏡 喔有沒有看到 OK所以游泳一定要挖鏡嘛不然你看不到東西啊 好那游泳除了挖鏡之外 你這個頭在水中長期曝曬應該也不太合適吧 可能會曬傷喔 沒有 水泳蛇射那個陽光照射下來我可能 準備一筆 欸 怎麼這時候天外飛來一筆挖泳帽呢 我來試戴一下 所以 比賽當中還是要準備一下泳帽 因為這是標配 沒有那個 戴泳帽是不能下水游泳 衛生問題 有些人頭髮很容易掉 可能游一下就整戳都掉下來了 還是要準備一下泳帽 第三項呢 因為我們接下來會參與一系列的游泳課程 那游泳課程其實除了 徒手的游泳之外 應該可能還是會有需要一些道具 所以 這個對於我這個初學者來說應該是不錯的 這是一個浮球 所以他就可以夾在 夾在腳中間然後去做訓練 對來講可能會跟我幫助 那為什麼我從頭到尾都要飛的這個 這個東西啊 這是什麼 我也不清楚欸 你背的是魚人指標 OK 這場比賽他規定出鐵的朋友一定要飛魚人指標 出鐵 所以他是怕那種第一次比賽的人就是游不上岸嗎 對 因為是開放水域比較危險 對 所以他不確定你有沒有經驗 忘記說我們這次比賽的第一點叫花蓮港 所以還是背一下好了 其實我很怕我游不上岸 準備加油好嗎 好 所以我會背著他 遊玩我的全程 那介紹完游泳裝備 接下來就是來開箱一下我們第二項目 第二項目是什麼項目 自行車 對 沒錯 第二項目啊 就是腳踏車啊 所以自行車呢 是鐵人三項Euro三安後的第二個項目 那 該準備什麼東西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不要騎一部bike就好 好不好 其他腳踏車你要騎各式各樣 你都歡迎你騎 那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準備 安全帽 因為你不知道你在接下來的賽事當中 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所以安全帽呢 除了保護自己之外 好不好 也保護一下其他人 而且這安全帽也太流線型了吧 比我髮尾還長 然後腳踏車呢 我們也不是專業的 所以接下來 可能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挑腳踏車 然後腳踏車要怎麼挑適合自己 在比賽當中可以做使用的腳踏車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接下來的影片喔 那所以騎完腳踏車第三項跑步的時候 該準備什麼樣的裝備啊 不用準備啊 我們就是穿著游泳玩的這一套 一路到腳踏車 再到跑步 一次搞定 51公里 都不換衣服 都不換衣服 滿滿的汗味 滿滿的海水味 哇 也太有鐵人精神了吧 鐵人意志 好啦 認真講啦 這個鐵人裝備呢 其實它是設計給跑步騎車 都可以適合使用的裝備 所以挑選一個適合你的鐵人服裝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通常這個材質應該就是 要選那種吸濕排很快啊 因為你游泳泳 總不可能讓他全身很濕濕重重的 對你接下來的比賽項目是會有影響的 第二個重點 就是要準備一個好的手錶 好的手錶可以帶給你在 每個項目當中 你可以知道你用了多少時間 多少距離 還有接下來 你剩下多少的公里數要去完成 所以手錶也很重要 那因為我們是初學者嘛 初鐵 所以我們就沒有再另外購買的車錶 我們就使用手錶這樣 一站到底這樣 拆下來裝在車上 再裝回來 OK 那接下來跑鞋挑選的部分呢 他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 基本上你只要是適合的運動鞋 或是跑步鞋 基本上都可以 然後鐵人三項的比賽 嚴禁打吃腳 也嚴禁脫上衣 OK 所以鐵人精神就是要乾乾淨 進整齊的進中點 不要在那邊鞋子不穿衣服不穿 這是靜止的喔 那跑鞋其實 我看過有一些我的鐵人同學或是前輩 他們有些人還會在鞋帶上 做一些小小的變換 讓他可以再轉換去的時候很快就穿好鞋 然後開始出去跑步 那希望接下來也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這樣的小技巧啦 所以接下來 為期四個月的時間 我們將從一個跑者的身份 灌入自行車跟游泳的這兩個項目 所以我們會開始為了這樣比賽做準備 那你有什麼完賽目標 完賽目標 啊就是完賽啊 你的目標就是完賽 沒錯 出鐵對我來說呢 只要可以克服游泳 我相信跑步跟腳踏車都可以慢慢把它拖回來 所以希望我的目標就是可以完成我的第一場鐵人比賽 完成第一場鐵人比賽 所以接下來四個月的時間 我們將會不定期的更新我們的訓練內容 給大家知道 內容可能包含了自行車游泳 甚至也會回歸到我們的本業就是跑步 那希望大家可以接下來繼續鎖定 我們為期四個月的訓練啊 那如果你有猜猜花蓮這場Lava賽事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們說不定可以在賽場上遇見你喔 好啦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出鐵順利 太緊了吧 我胸很壯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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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胸太壯了啦 鐵人符就是這樣子 你看這個就是跑水滴 你穿鐵人符一直告訴我他會怎麼破片 其實根本就不會 嘿嘿嘿嘿 有沒有覺得自己在Costplay的感覺 覺得很帥 你看鐵人三張錶都準備好了 全套的啦